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2019年5月15日中午 南充市110指挥中心接到一起报案 报案人是一名男子 他自称他在高平区空洞山村砍了两个人 接警后当地警方立刻赶到案发现场 然而映入干警们眼帘的并不是什么砍人现场 而是杀人现场 只见一对老夫妻倒在自家的田地里 两人的脖子都被砍断了 都只连接着一层皮 现场惨不忍睹 让人搏梗发凉 经核实被害男子名叫张红成 今年81岁 另一人是他的老伴 名叫唐素珍 今年76岁 在现场 在围观群众的指认下 警方将正在围观 一脸得意的报案人张文斌 顺利缉拿归案 张文斌现年36岁 终年37岁 两名被害人的侄孙 审讯室内面对警方的审讯 张文斌十分爽快地承认了自己的犯罪行为 而提及他的杀人动机 张文斌说 是因为在十几年前张红成夫妇偷了他家的鸡鸭 他上门去讨要 两人非但不给 还臭骂了他一顿 对此 他耿耿于怀 警方追问道 既然你都忍了十几年了 又是什么原因 导致你今天动手了呢 张文斌用十分傲娇的语气说道 因为杀一个也是死 杀两个也是死 我还杀了一个人 是我女朋友 她的尸体 被我藏在南充某某酒店的床下 警方一惊 两天后 警方押赴张文斌 赶到事发酒店 将床板掀开 出现了 一具被塑料袋包裹 已经高度腐败 以呈现巨人观的女尸出现了 他是有两层的那种塑料包裹 在街头部打了解 然后缠了脚打 高度腐败 巨人观 石头非常明显 据张文斌供述 死者名叫秦清 现年四十岁 南充某按摩店老板 家境优渥 两人就是在秦清的按摩店相识的 而提及这一次的杀人动机 张文斌说 是因为我没钱还信用卡了 据查 张文斌是一个烂毒鬼 案发前 他总共欠了四十多万的外债 其中的一小部分 就来自信用卡 5月9号 正是他信用卡还款的最后截止日期 案发前几日 再借了一大圈钱都碰壁后 他想到了自己的父和女友秦清 在问秦清借钱 和杀害秦清之后 自己从他卡里转钱之间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2019年5月7日 他开好房间 次日凌晨 秦清下班后来了 两人在酒店里缠绵了三天 10号一早 他动手了 很快 秦清一命呜呼 但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随后他又将秦清的尸体拖到了卫生间 割开了他的大动脉 这才安心的用他的手机给自己转了6万8千块钱 做完这一切后 一个想法充斥了张文斌的脑子 杀一个也是死 杀两个也是死 我为什么不把张鸿成夫妇也杀掉呢 就这样 带着这个念头 张文斌于15号中午 返回了自己的老家空洞山村 见目标人物张鸿成夫妇出现在自己的视线里 他手起刀落 直奔两人的要害砍剧 短短一分钟 又有两人惨死在他的刀起 这就是案发经过 同年 当地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值得一提的是 法庭上张文斌一改之前的说辞 他先说 他不是故意杀人 他有精神病 案发时 他正处于发病状态 之后又说 他是主动投案自首的 可以减刑 罪不知死 张文斌真的有病吗 没有 他只是在拖延时间而已 一审结束后 院方对其有精神定这个说法进行了鉴定 鉴定结果表明 张文斌精神状况良好 案发时 有完全行事能力 再就是张文斌虽有自首情节 但性质太过恶劣 院方认为不适用于减刑 2020年6月10日 当地法院二审此案 张文斌死刑 那么问题又来了 都说 养不教 复制过 张文斌的父母 真的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从某种程度上面来说 他们也是受害人 天生的坏人 是养不说的 其实不是 韩生老后 妈 这是她的老东西 你说父母会关照是 关照他 他已经三岁了 你就打得赢他 他个性又怪 你敢把人打他 妈妈